肝臟可以幫我們把胺變成尿素 所以你也可以說 這就是肝臟解讀最直接或最簡單好用的證明 那肝臟的話 它其實可以兩個胺加一個 讓它再脫掉一個水 就會得到尿素 那在這邊的話 你想想看 這個胺是哪個細胞做出來的 全身哪裡做出來的 每個細胞都會做 對不對 它活著代謝就會有 所以呢 每個細胞都直接住在肝臟旁邊 沒有啊 有一段距離啊 那怎麼辦 那就要孕給肝臟 那孕給肝臟的話 那胺這樣的孕不是說胺很多嗎 對啊 所以有一個特別的胺基酸帶著它 但是這一段告訴我沒有要講的 你稍微知道一下 每個細胞把胺 知道代謝之後產生的胺 會有一個特殊的胺基酸帶著它 然後把它帶到肝臟 然後到肝臟的時候肝臟才正正的處理 所以呢 如果肝臟出了問題的話 會有很多的問題出來 例如說我們之前講到荒蛋的問題 對不對 那另外的話 沒有辦法有效地排除感知 沒有辦法有效地把肝臟的成分分解 所以其實呢 你也可以 這個我們上次說過吧 對不對 它沒有辦法有效地把這個肝臟分解 所以肝臟就會一直在 然後就會一直刺激 等到收縮數 然後它有腸異味的功能 我們上次有稍微講過 然後你就會一直覺得膀胀 甚至會覺得這個食慾不佳 所以其實 然後肝臟的話 還做很多血腸蛋白 所以肝臟如果出問題的話 腎頭壓會有問題 然後還會水腫 所以肝臟如果出問題的話 其實這問題還滿大的 這個肝臟如果我們剛剛講到 剛剛這麼多都是肝臟的問題 那當然如果連這個代謝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蛋白質的代謝物就是胺 我們不是說肝臟要把它轉變成這個尿素嗎 對不對 那如果說這邊出了問題的話 那當然就沒有辦法有效地把胺這麼毒的東西 把它代謝掉 然後到最後嚴重到的話 人就會昏迷 就不行了 所以叫肝昏迷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想說 它竟然是一種類似像胺中毒那種感覺 因為它沒有辦法有效地把它代謝出來